比較算外圍的面框打法 也不算是內線球員 基本上就是封線 嚴欣的切入 所以先收下分數 雙方節奏打得還蠻快的 把這球給得非常漂亮 不過是挨了一劑鍋子 對 張恩喜 楊欣喜這邊 這個斜防來得很棒啊 絕對要有這種對抗的意識 因為這個動作 我真的像教科書一樣 做到這一點 你才有機會去阻止他 其實至少在進攻籃板上不要打 就是真的從沒有打不進 要打搶到有為止 連續吃了兩劑鍋子 來看一下在籃下的爭搶 最後是彩線球權 應該還是在進攻女中的 彩線球要趕快發進來 最後 也是發生失誤 最後是連性之筆 來到了下半場第三劫持 拿到一分 對這很明顯 真的心態上是有點被擊敗了 這次有快攻 站上這邊 然後 有快攻擊敗 快把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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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傳說教練 又希望他們可以慢下來 不要跟著對手的節奏走 哇 這個是 圈一直如果來到籃下 不過很可惜 手感差了一點點 幾次其實金若在進攻打得 算是應該有把 在前面就是在暫停之前 打得比較綁手綁腳 就心態放開了 看到的主攻應該是要一穩 現在就至少三個了吧 對 還是往內給 踩到非常漂亮的位置哦 等對手出手他再來找球就好 對手 基本功哦 沒話說 這邊還是要把自己的節奏掌握好 哦 看到 身體就要來挑戰冷框 找到了隊友 小組的配合相當 現在24秒不到 對手 關手兩分放進 對 現在自己一個是學姐這樣 籃下的身體 優勢 最後還是出手放 那其實 郭軒大家也是戲稱說 他算是 這一次在高雄比賽他算是半個 其實大家真的各隊看 哇 可惜 空檔出來 但是球沒有拿穩 又是黎恩欣這邊主動帶球發動了快攻 黎恩欣他其實在整個掌握的節奏上面還沒有這麼穩 因為他畢竟 但是他畢竟從高一了就是被 美麗姐就是 場邊 場上耳體面命的那一個 磨到出來是真的已經有大將之風的學姐的樣子 這個Leading Pass 感覺真的真的好 不會是指希望擔任得分的任務 在防守端這些的壓迫也是非常願意做苦工的 一對一的防守 一個禁區球員很願意移動腳步 這點就是 年輕這邊主持第二次進攻 往內掉好球 哦 這個算是比較傳統的肯定是不會高 哇 又是一個一對一 不過如果發底線之間 不過 整體的成效跟前面三場比賽 不是真的有明顯落差 因為畢竟面對的 哇 這一次的超級相當漂亮 難道快攻的機會也無能把握住 當然這個金歐其實這批球員真的天賦真的算 條件算蠻好的 可是 也對到可能現在是全台灣算是在 整個禁區裡面了 還有他在快慢 這樣一個內外的搭配 再往內塞最後聯心籃下拿到兩分 這個角度真的 切入分球來到籃下 下籃板的部分 竟有掌握 二打一的快攻 好明顯 直接一線 站起來的防守 直接把球拿走 沒錯 這個得分 分球奇軌哦 最後還是出現了十五 聯心這邊敲截之後 自己展開了快攻 最後還是過了 想要把他守下來 所以你必須要能夠靠團體 哇 這個真是沒話講 其實能做的都做 他在拿球之前 你就先去上場上面做DNA 或者是他在持球的時候 你要進行二線的包夾哦 對 至少我覺得金歐要先做到 不要讓蕭玉 他個人能力太強的問題 但是其他的策略上 你應該要想辦法阻止他打的 其實很輕鬆 之後也是有進行了一些調整 才比較能夠再跟團隊再搭起來哦 其實這都是有賴 哇 你看一個 空間感很好的進去球員 是 你看他擋人他掩護他要求 那基本上他每一個 哇漂亮的long tour 對他每一個move都可以 來出手 這其實是在於金歐後面的進攻 在覺得第一拍配合之後 延續性不好哦 算是一個missmatch 那這一段期間也算是 吃餅吃得很開心 這邊是在Horn的位置 這個就是剛剛講說 不應該讓蕭玉 在這個位置有太輕鬆接球的機會 可是後來他在elbow 現在想兩個就真的 值得這種 想要打內線的球員 無論男生女生 都應該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我投籃 反而他這兩年了 還沒有出手過任何三分球 要選擇這次切入 來看一下 哇高打板兩分要到 我命中四次拿下了8分 最近我來講 真的還是要以出手次數來換一下得分哦 好 球一帶出來稍微被破壞到 進攻時間5秒 很難得金柔在整個防守關的步驟之下 不太可惜了 不過前面至少 沒有想要比賽證明 就是金柔他們球員條件 包含是幾次的單打 確實他們的球員條件真的不錯 不過球員打球超回來了 這次分給隊友 但是真的在整個 分級的培養 我覺得長遠來看 這絕對是好事 沒錯 就是已經塞在籃上了 走了 哇 這是一個高級動作哦 那或者是在外卡戰的部分 可能要多多花點心力啊 那如果挺進了八強 那或許我覺得他們 相對上一個真的可能是張玉蘭的 哇 來看到郭宥軒這一次漂亮的出手 然後陣上發球星的機會 現在真的是放得滿開的 你看這一次的切物比較勉強哦 你看看這一次的切物比較勉強哦 但像這邊 三打一的機會 所以還是拿下了這兩分 場邊應該是喊出了暫停 像是陽明這樣的球隊 他們可能還是會 在三分外線上的穩定性 可能還是必須需要再更增加一些 是 那譬如說上個球 一定的準確度哦 這次的要求來看一下 對這又是一個異對 如果切方不來 這 這可能就沒機會 沒錯 太可怕了 然後美麗教練在下面打勾 想說欸差不多了 可以下來囉 對對對 出手力道稍微大了一點點 哦這一次還踢了 哇 對這一次是slab 打掌 足手打板 命中 他是不用